前面我们通过两种不同的实现方式 实现enable模块的自定义 那么我们会发现 Import Select方式相较于Configuration的方式 更加的灵活一点 毕竟它里面可以增加一些分支 或者条件判断 那么请注意一下 小马哥在讲Spin Boot的深度时间的时候 我会经常会提到一个东西 也是我们的版本意识 什么是版本意识呢 像我们这里的自立实现的方式 我们是通过版本的前以后的方式来进行定义的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Spin 3.0开始的时候 请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Sims 3.0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Configuration的定义的方式 我们的Import Select是3.1里面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3.1比3.0增加了一种 类似于更加有弹性的Import Select的方式 那么这里我们还是重复说一遍 这里可以增加一些相应的条件语句 或者是判断语句来进行这个筛选 在后面我们会发现 在Spin的更高的版本的时候 出现了新的一些东西 那么比如我们现在讲的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的条件装配 那么条件装配我们看一看 它也是属于Spin framework的手动装配中的一种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手动的植入一些Attention 来进行这条件的操作 那么这里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想的定义 首先它什么是条件装配呢 比如说在并装配前的一个潜质判断 那么就是相对于说类似于Effield的逻辑 那么判断的方式呢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Profile的方式 一种方式是Conditional的方式 同时呢它的实现方式呢也是分为两种 一种方式呢是属于注解的方式 另外的方式呢属于编程的方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科纲 来进行相应这个详细说明 这里呢我们首先来说明一下 那么Spring的条件装配呢 其实也是Spring 3.1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Import Select的相同的版本里面 开始就引入了条件装配 那么这个版本呢 其实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组装内容 这里呢其实有两种方式 就是前面我们讲过了 一个是Profile 一个是Conditional 那么Profile呢是在Spring 3.1里面提出来的一种方式 那么呢它更像于是配置化一些东西 其实在其他的这个软件里面呢 也有这么一个Profile的定义 有些呢放映成侧面 有些呢放映成配置 那么比如说在Meme里面呢 也会有这个Profile的概念 那么它是属于一种配置化的东西 比如说它可以通过启动材料 脚本或者启动方式 来注入一些这个相应的内容 来进行这个操作 那么第二种呢 Conditional呢就是类似于条件 编程方式 比如说它可以自定的方式 那么这两种实现方式呢 就会有所区别 那么前面一种呢明显的就有所局限性 那么后面那种呢就比较的宽松一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里我取了一个例子 配置化方式呢 我这里呢就一笔带过了 那么呢编程方式呢 我们这里稍微说明一下 比如说在这个编程方式呢 是在Spin里面的一个编程方式 SpinBoot的编程方式 Conditional on Class 那言外之就是说 当这个类存在的时候 那么明显呢 它就是去判断一下 这个类是不是在 当前Class帕前面是否存在 那么请注意一下 这个Conditional呢 它需要和另外一个东西来进行搭配 也是我们的Condition 那么Conditional呢 它是个注解 Conditional呢 它是一个判断力实现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分配通过这两种方式 来实现不同的这个配置的装配方法